今天我會教大家化一個七夕情人Dating妝 首先我會用電葉髮卷捲好我的頭髮 你看我像不像中東包糟婆呢 我想有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樣 就是無緣無故在重要日子生暗瘡 一會兒還要見男朋友 你看多大顆 我的媽呀 因為還有些紅印 所以我就要在未上睡前 遮住暗瘡和眼袋 大家要記得 粒的地方是要上粉之前遮的 接著就是用抗蜜粉底液上妝 其實抗蜜粉裡面是含有氧化身和二氧化態的 而這兩種物質裡面是有物理的防曬的 除了可以防止老化消炎震症之外 就算是敏感的肌膚都可以放心用 而且遮瑕還很好 之後再用抗蜜定妝粉 用壓的方式定住妝 因為那顆暗瘡是凸起的 所以要在上粉之前再遮多一次 暗瘡你快點隱形吧 這次我會用一隻中啡色的眉包畫眉 畫的時候記得從嘴到眼角度度眉高 鼻到眼角度度眉美 兩個眼睛 要我身上的背面就會很神奇utenky 之後再用好易上手的大地式眼影打涼眉骨 隨便現在在此逐層由淺到了深 由外而内, 上眼影 因为我的眼睛比较圆 所以今次画的眼线 会将眼尾微微拉上 眼睛看着对方时 自然就会笑 再补上深啡的下眼影 由下眼尾拉到中间 而闪粉就由下眼头拉到中间 整个可怜样就出来了 简直就没得输 不是, 是必赢才对 今次我会选用 线状的眼睫毛 因为这款眼睫毛 轻得像帽子一样 带了上眼, 还很自然 你看看, 左右两边的对比就知道 因为胶水和眼影的关系 所以再补多一次眼 之后再查一下眼睫毛液 记得要先纤长后龙蜜 然后再掃上橙色的胭脂 今次是要打斜掃的 由拳骨向下掃下来 今次我会选这个暖色系 是想有一种温暖平易近人的感觉 之后再用光阴影粉自然收容 首先要用光影 特意我臉的四个部分 由眉骨开始 接着就是鼻梁 接着就是人中这个部分 最后就是唇下的粒盆位 以阴影的部分 我会选择自然的啡色 去修饰我的轮廓 再加上 KAYAKU个人喜爱的 蹄子味润唇膏打底 当然啦 一般的润唇膏都OK的 终于到最后一个step了 再塗多层粉色的唇蜜 整个嘴唇就会好立体 好丰满的了 最后再用素的方式 订多次妆 就完成啦 好 完成了妆之后 就到发型啦 我要开始将这个中东包租婆 变成男士心目中的熟女情人啦 首先要将一边的头发 先编好 再夹好放在另一边 再配搭一个 Lacy头裤 加上对很sweet的 芭蕾舞耳环 今晚男朋友见到 还不想到找 哈啰 大家好 现在我就为大家预测 未来一周的爱情云是怎样 以下有五个牌 你们凭你的直觉 选择一张 你心目中想要的牌 算好吗 好 那我现在开始解牌了 这一只 如果你们选好这一只牌的话 就代表你未来的爱情云 那个爱情指数是很高分的 接近100%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只牌 就暗示着上天会有一个安排 令到你意外海后到你心仪的对象 而且未来的发展还会很好 那未来一周要把握啦 那如果你们选择了这一只牌的朋友 那未来一周的爱情云是怎样呢 就是说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 不是那么正常的桃花运 那爱人那方面要小心 因为对方可能其实纯粹想占有你 如果你们选择了这一只牌的话 那证明你们呢 未来会遇到一些不同国籍的异性 那可能你们会在旅途上遇到他们 又或者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外地的游客 或者不同国家的人 那至于可不可以发展呢 就视乎情况而定 那你们都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去令到自己 认识多些不同地方的朋友的 至于选择了这只的朋友呢 就说你们的桃花运都不错 那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对象 有很多不同的异性 那发展方面呢 其实就难受到很多不同的异性 这些人的可能会很大 有可能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 甚至是新的对象 那至于可不可以开花结果呢 就看看你们会不会把握到 那到最后这一只的朋友呢 其实他们未来会认识到一些 完全未接触过的异性 可能一些年纪大很多的异性 年长很多的异性 甚至或者细自己很多的异性 那新人那方面呢 他们会认识很多不同数量的人 但至于发展方面呢 其实就难一点的 那可能就当是认识了个朋友先吧 那曖昧关系那方面呢 就会大一点 那但至于说真的 是否要成为情侣呢 那可能都要等一段时间 除了 advertising 影片 词要 Está realiz condition 《飞犬》 只烟